Hello 大家 我是美食阿姨 今天中午咱们来做溜肉段 这个是切好的肉 放一点盐 再放一点花雕酒 抓一抓 腌制五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溜肉段是我欠网友的 一直没做 今天赶快做一下 然后我们来调一个碗汁 这个也是根据自己肉的量 一勺花雕酒 一瓶鲜酱油 来点醋 这个橙醋白醋都可以 我喜欢来一点颜色 所以我放橙醋 放点糖 放一点胡椒粉 放一点五香粉 少放一点水 再少来一点盐 给它搅拌均匀 这个是土豆淀粉 用水给它泡上 半个小时以上 淀粉沉淀下去之后 把上面的水给它倒掉 倒完之后就都剩干的了 然后把它抓在这个 肉里面 如果太干的话可以加一点点水 水一定要少加 一点一点的加 淀粉加好之后 我们再放一点油 这样炸的时候 汤不容易崩 而且还不容易粘连 抓到这种状态就可以炸了 一块一块的下 把粘在一块的稍微给它拌一下 拌均匀 好 都定型了就可以给它捞出来 这个调好的汁 最后加一点 淀粉进去 然后给它搅拌进去 油温升高 复炸 这样明显的是 已经酥脆了 就可以捞出来了 这个是我准备好的配菜 胡萝卜 尖椒 葱姜蒜 锅里留一点底油 把葱姜蒜放进去 胡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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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椒 一块放进去 然后把料汁也放进去 搅一搅 因为都已经趁点了 这个汁 现在已经起泡了 就可以把肉段放进来了 翻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我这个勺我憋不动了 太沉了 今天这个肉段颜色比较重 因为我加陈醋加的 如果不喜欢这种 颜色重的 你就加白醋 碗汁里面加白醋 好了 我们尝一尝吧 肉段 这个味道是绝对在线的 这个味道是绝对在线的 溺肉段 就应该是这种挂户的方法 就是应该是这种味道 好吃 如果喜欢的话 你们就试一试做一做 请大家把鸡肉段 感谢观看